台北市最近很多公车司机奔乡走告 给了这名夫人一个绰号叫她跌倒姐 因为这名夫人她控诉公车行进的时候 她重心不稳害她跌倒 事后她据此向业者求偿上百万 算一算两年下来她告了四次 而且都是同一家业者 让很多问奖质疑她是不是故意的 不过对此这名夫人也提出了澄清 公车缓缓到站 夫人抱着小孩准备下车 对着司机念念有词 夫人声称小孩子撞到 但小孩没哭闹 事后却向公车业者提告求偿 让司机很傻眼 大家自己摔过一次之后 您再搭车都会小心呢 对不对 那么怎么会这个蔡小姐接二连三 而且是真的是说 她已经在拿到赔偿金额之后 大家同事之间讲出来 才知道原来都是她 那就真的是很夸张 今天乘客没有不可能说 我愿意故意跌倒 没有人愿意受伤的 今天是你们自己的司机开太快 而且所有车上 我那天搭的那个乘客 所有车上的都知道 两年来夫人对同一家业者 陆陆续续提告四次 甚至有两天内就提告两次 总金额求偿一百六十万 让业者质疑富人摔得不单纯 以后的监视器全部要往里面造 我们现在的角度全部调整 往里面造 谁再说他摔 你看监视器嘛 有司机担心官司缠身 私下付钱了事 其他司机看在眼里 认为工作没保障 三个人陆续辞职 为了自保 公司内部还张贴公告 说明这次本公司忠实乘客 载到此人请小心驾驶 确保行车安全 万全准备就是担心有乘客 再度跌倒发生纷争又要再向法院 长连新闻综合报道